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后朋友帮忙辟谣称 不是四点半起床而是六点半 一时间林依晨的另类婚姻引发了网友热议 不少网友调侃 林依晨都起床了 而我才刚躺下 这样太惨了吧 姐姐是回到古代了吗 这婚姻太卑微了 纷纷为林依晨感到不值 尽管没有四点半那么浮夸 但还是改不了林依晨从早上开始 就伺候公婆的本质 这是生活在旧时代吗 很多网友都表示没想到 台湾现在的家庭还会有这种关系存在 果然一路 桃门深四海 林依晨是台湾知名演员 自幼父母分居 母亲一个人 抚养两个孩子 十分不易 所以林依晨很早就开始演艺事业补贴加油 她出演的恶作剧之吻 天外飞仙 射雕英雄传 我可能不会爱你等影视剧 收获了很多好评 但她却在事业巅峰期 选择了结婚 爱情事业两得意 但让网友没想到的是林依晨豪门生活 完全没有想象中的幸福 丈夫因为要管理企业 所以长期待在美国 夫妻俩基本上是两三个月才能见上一面 而身在台湾的李林依晨却要和婆婆住在一起 林依晨在婆家不仅每天都要早起坐 家务准备早餐 而且每天还需要亲自送公共上班 林依晨曾在综艺节目上说 不能在老公面前放屁 嫁给现在的老公的原因 是因为她说了句 只要我不在台北的时候 你就可以随时回娘讲 蔡康永惊呆了 敢看到这么好片 在结婚的这几年里 林依晨一直没有孩子 为了这件事情 林依晨把能事的办法都试过了 但就是没能成功怀上孩子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 所以一直在婆家放的姿态很低 随后 林依晨发文回应称 全家人的早餐都是婆婆做的 自己已经睡觉 睡到自然醒很久了 头两年会早起陪大家吃饭 但后来因为行程就放弃了 同时 她也否认老公带嫩模回家的传言 否认婆家要求她吃生青蛙改善体质 称自己嫁的是好门 家人带她如亲生女儿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既然当事人都出面澄清了 大家就不要过多的猜测了 祝福林依晨吧 对此 你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分享哦 声明 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果有侵权 请联系删除 谢谢 and 她走了她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